新北幼儿园群聚再增五例分别是两幼儿三家长 累计确诊15人 182人全数送防疫旅馆 后续还要扩大狂烈 这批受波及的 包含北市中山中正区两间妇幼预防性停课一天 新北市板桥一间妇幼有确诊个案停课14天 国小因为同校区停课三天 另外还有一些因为兄弟姐妹就读附近的三所小学 以及三重托育中心也停课 再加上和幼儿园无关 但也是新增个案的中和一小学学生确诊 等于新北市才开学一中就有五校一妇幼 一托育中心暂停上课 包含医院及长照安养机构 禁止探视医院陪并现役人 机会人数缩减为室内50人 事外100人 但到底谁传谁还在查 因为其中有一名家长从埃及回国 但隔离时裁检都是因性 至于幼儿园群聚爆发后才发现 原来这一所幼儿园问题不小 其中有老师跨班上课 学校相继停课 新北市绷紧神经 TVB的新闻长沐宇 组合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右手机下载 TVB的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 TVB